特 знач 我自己工人それ代代表 同胞受諸人 也提到了內部 中央和香港特區 東侵個界領袖的關懷、支持 唯有香港 大中少海幼稚園 加入本地的抗戰歷史 同時又需要在香港做本地的外國主義教育 當年三年連八個月日購侵略香港的時候 是中國共產黨大連的東光眾隊 港狗獨立大隊 加上全香港熱血的青年 一起保家衛國守護民族 這十年的推動 今次我們見到在沙頭國有民間推動 就是做出來民間的博物館 就是抗戰歷史的紀念館 對民間來說已經是很偉大的工程 而且就等於當年抗日的火種 已經聲聲之火可以療癒 我希望可以以這個博物館 以這個紀念館 可以帶出我們中國人的歷史 他們也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 我認為今次在這個博物館 有一個很好的句子 就是不忘歷史 同開芯片 我們怎樣去想回 去記憶回當時的歷史 知道我們中國人當時 是我們現在身為中國人的驕傲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中國人的自信 也是給予我們香港人的自信 令到我們香港人有自信 在國際舞台上站立 香港一直缺乏這方面的一些教育資源 以及展覽的一些資源 所以現在做了這個沙頭抗戰紀念館 是很有意義在這裡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 尤其是年輕一輩 能夠更加好了解我們的歷史 了解我們中國人民的英勇鬥爭 為了保護家園 為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 付出代價 付出犧牲 這種精神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 社會各界能夠繼續支持 我們沙頭抗戰紀念館 令到更多市民可以受惠 非常慶幸可以有參與今天博物館的開幕 這個博物館是紀念了我們抗日戰爭 很多時候的寶貴片段寶貴的物資 我希望我們的青年人 透過這個博物館 可以了解到當年我們中國 是怎樣打敗日本 而保護我們的香港 我們現在的新一代 在新中國回歸之後的青年人 可以去看多些我們這些國家的歷史 了解國家的發展 令到他們更加要知道主要的心甲 知道香港其實 我們今天的和平是我們很多前輩 用性命去換取回來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讓我們勝出 我們建議議員 我們成為共和平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